才刚刚潜入海中 一颗颗粉色的小圆点 迎面而来 这壮观的画面 看在研究员的眼中 真的非常感动 以往只能在绿岛 或是墾丁看到这样 珊瑚蝉卵的景象 但如今研究员 来到台东成功镇 集会渔港 从24号夜间开始 进行了水下潜水观察记录 发现了包括片脑纹珊瑚 石杏角菊珊瑚 等八种不同的珊瑚 都正在进行蝉卵 表示这一带的海中环境 正在逐渐恢复生机 今年其实在 鸡飞所观察到的 这个珊瑚蝉卵 它的状况其实还会非常的好 那这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其实在台湾东海岸这个地区 珊瑚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的确其实这也是 台湾东海岸珊瑚礁区 首次记录到珊瑚蝉卵 因此相当珍贵 然而即使珊瑚努力升值 但东海岸珊瑚礁 却也正在面临 许多大型的开发案 与沿岸的棄地破坏问题 小珊瑚也得面临 漆地消失的窘境 该如何处理东海岸开发 恐怕是工部门和你我 都要认真思考的问题